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現場的來賓還有朱先生 Jack 謝謝你們的邀請 那我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關於風格生活這件事情 其實我是一名服裝設計師 我是吳日雲 那我這幾天不斷在思考說 怎麼在四十分鐘裡面去帶給大家一個 透過服裝透過時尚的角度去看風格生活 那我自己思考了我這幾年所做的 不管是我的服裝品牌或者是跨界的設計 其實它都跟生活息息相關 它不是光透過一個技術 或者說我有很好的設計能力 就能夠把它完成 所以我自己在學校不斷的 跟很多的學生去交流的時候 我都會分享說 當你熱愛自己的生活 你真正把時間留給出去跟朋友見面 去旅行 去看看現在的天空 山 草地是什麼樣子的顏色 它才會真正去讓你能夠做出更動人的服裝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不管是服裝 或者是在座的所有非服裝的 可能是美髮的各位的朋友 其實都是相同的一個概念 都可以應用到自己的美學上面 所以今天的主題其實我把它定做 優雅而無所畏懼 其實優雅是服裝它必須要有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透過服裝 他可能可以讓自己更有power 或者是他可以更有自信 這句話是來自於YSL的前總裁Pierre Berger 他曾經講過Chanel的作品跟聖羅蘭的作品 其他不外乎都帶給女人更多的力量以及自信 所以我想我們身在台灣 其實服裝這件事情是我們很少去花更多心思 去思考說我們每一天走出家門 我到底要帶給別人什麼樣子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想 我在別人眼中的形象到底是什麼 那我從小其實我是在一個很小康的一個家庭 很一般的家庭 那我從小是單親家庭長大 所以我並不是一個從小學習美學設計 累積起來的一個設計師 那我自己不斷透過很多的生活體驗 包含像我自己念實踐大學的時候 我是大三的時候成立自己的服裝品牌 那這個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的年輕 對很多不管是業界的設計師來說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自己在那個時候是很衝動的 那這個衝動其實我想它是來自於年輕人他的熱情 他對於很多事情他是不害怕的 我覺得這個是年輕人的優勢所在 那當然從大三的年到現在我今年是28歲 這七年來的服裝創作的歷程 當然透過很多的不管是前輩 或者是每一季每一季的服裝作品 去累積了我的設計能量 那後面我會針對我的服裝作品去用幾個不同的案例去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自己在實踐大三的時候 我其實是參加了超級設計師 他是當年的一個電視選秀節目 那時候我在那個節目裡面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要錄三套的服裝 也就是三級的電視節目 所以這個對我對一個學生來說 你怎麼把作品變成商品 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年我覺得每一個設計師都必須去學習的 因為唯有你能夠把你的設計帶給更多的消費者 他才能變成一個實際的商業行為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當你有了商業行為 你才有每一季每一季更多更新的服裝作品的產出 所以我自己的設計美學 其實我都會定義到說 我希望將我的服裝是帶給更多消費者的 因為設計師的服飾我想在座的很多的朋友 其實你可能都很熟悉 你可能有聽過一些設計師品牌 那他可能對大家來說是很昂貴的 或者說很有特色有風格 不見得是我們很容易去親近以後去穿著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對於服裝的一個想像 我希望透過服裝去接觸更多不同的消費者 那我從小美學其實來自於這一句話 他是莊子誠說的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這是我在 因為我是一般高中讀上來的學生 我其實那個時候讀了很多跟美學有關的事情 那蔣薰其實他扮演我從小學習角色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他的一本書是天地有大美 我想這個是很早期的一個創作 那他帶給我很大的感動是 我真的去嘗試把設計用五個感官去感受它 設計不光只是看 看得很美而已 它有很多的是從聽覺 嗅覺 甚至味覺 觸覺 這些都能夠去讓你轉化成設計的創作 這五個是我歸類我在設計這七年來 其實透過不同的領域跨界 不同美感的方式 去轉化產出成服裝作品 第一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是感受這件事情 那感受當然是我在創作最初期 從大學畢業第一個服裝系列 那個時候其實我不斷思考說 當年其實我要登上東京時裝周的這個舞台 我就在思考我到底要帶給國際的消費者 什麼樣子的服裝作品 他才是能夠代表我這個人 那我的品牌叫做 Austin Woo 他其實大家可能在剛剛朱先生介紹的時候 可能去Google過我的服裝品牌 其實它的風格是很中性很低調很內斂的 所以灰色這個顏色 是我在這個品牌裡面非常主要的一個色調 所以我就在思考在畫面上 我想大家看到這個同樣是灰色的圖像 它在布料上面的表現跟在油畫上面的表現 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穿衣服也是 很多的人早上起來不想思考 你可能就想說我穿個全黑的 可能就可以很有自信 武裝或者是讓自己更修飾 那黑的裡面其實 黑有偏藍的黑偏紅的黑偏綠的 甚至說它是亮面的還是霧面的 這個其實在設計裡面它是一個很有趣的 你怎麼把材質跟材質之間去做一個組合 因此我第一次參加東京時裝週的系列 我就將它定義為 它是非常安靜 但是又有力量的一個服裝作品 所以當時我將我們品牌很代表的灰色這件事情 透過了非常不同的材質去做一個穿搭 包含像可能有黑色的雪紡紗 它可能是很透的很軟的 或者說像灰色的皮草 羊毛 棉料 甚至可能是灰色的一些針織的東西 它怎麼在一個系列裡面去做一個穿搭 那我想在國際時裝週的舞台 其實台灣在國際的時尚領域裡面 它扮演的角色可能非常非常的小 那我們要怎麼讓他們能夠在一眼之間 可以關注到台灣的服裝品牌 所以我想說強力的視覺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並沒有透過過多的話語去講服裝這件事情 我們單純去玩材質 玩顏色 那也讓當時的很多的不管是buyer或是媒體 其實都非常的驚豔 接著其實我第二次是參加納約時裝週 那那個時候是第一位參加納約時裝週的設計師 那我反求諸己去思考我從小的生活經驗 前面提到我從小可能是單親家庭 我的父親陪伴我長大 但是他可能在我國中的時候離開我 所以我就在思考服裝有沒有可能去講生命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將第一次參加納約時裝週的作品 去定義為家 家對我來說其實是很溫暖的 那就算我可能家庭是單親 但是家人給我的溫暖 對我來說到現在我還是非常的有記憶 而且是很深刻的 所以我就將服裝這個系列其實我把它定義為家 我透過很多的可能我們在家裡面很常看到的一些材質 比如說像是家室 抱枕 窗簾 它是不是有可能變成服裝去做一個表現 去做一個呈現 所以在這個系列裡面 它其實強烈的傳達出很多溫暖的一個感受 當然有了這個系列之後 其實我也非常非常幸運 我接觸到了意大利非常頂級的精品家具 它是Morosol 那Morosol其實他在國際上面 曾經跟很多很多的設計師合作 包含像Alexander McQueen 甚至像Diesel等等 所以我在跟Morosol的合作的時候 其實Morosol他非常代表的是他的家室 他的布料是非常的著名的 而且他很多的專利是在他的布料上面的表達 所以畫面上看到這個是他們非常經典的 Gantry這個家具的這個布料 那當時Morosol 早上我跟我做這樣子的跨界的時候 其實我不斷地去思考說 Morosol他跟時尚怎麼去做一個連結 而且他是無日雲加上Morosol 這兩個之間怎麼樣一加一大於二 我覺得這個是這幾年設計圈很常在討論的 所以當初我就將Morosol的Gantry這個布料 去變成是服裝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有非常多可能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家室的布料跟時裝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那我想在最後的產出其實他表現出 Morosol他一貫的設計美學是很有機的 但卻有無日雲的內斂簡約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品牌相加成 但又互相的讓大家更容易被看見 我覺得這個是兩個品牌之間的連結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前面講到的是很多職材上面的一個感受 接著其實我的設計作品 其實在台上也看到有這兩套服裝 其實會發現他有很多的線條感 很多很拼接的這個元素 所以其實我將我的作品定義為很多的 這個organic 很有機的這個線條 那我想有機的這個作品 其實非常代表的是 Zahadi這位建築師 他在過去很多的作品都是非常的流線 非常多有機的這個線條 那為什麼我這麼鍾愛有機的這個元素 其實我們在看很多北歐的設計作品 你會發現有機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更容易跟其他的 不管是服裝、家室 它可以跟更多的作品去相融合 我想在座的大家可能 家裡一定都買過IKEA的家具吧 IKEA的家具你不管怎麼去跟很多的家具 不同品牌的家具去做一個組合跟妝點 其實它都不會很突兀 這個其實是有機設計 它很重要的一個前提 因此我就產出了一個我們品牌 非常非常代表的是甲蟲洋裝 那甲蟲洋裝顧名思義 它是透過甲蟲的這個線條去做出 服裝的這個呈現 那很多的服裝品牌可能用過像蜜蜂、蝴蝶等等 其實它都是可能比較偏女性或是偏可愛 或者說它已經在很多品牌上面有影子的這個圖像 因此我覺得甲蟲它是一個很中性 而且它有一個很堅硬的外殼 它代表的其實很像Austinwood這個服裝品牌 要給人家的感受 因此畫面看到這個是我們品牌 每一季都一定會推出的這個甲蟲洋裝 那甲蟲洋裝當然也是很多消費者非常喜歡的一個單品 因為它有很特殊的這個線條 那我們每一季會透過不同的材質去做一個表現 過去我們曾經也為了甲蟲洋裝辦了一個展演 那這個展演其實透過很多的植栽去呈現 那甲蟲洋裝其實它給人的感受 其實它有很強烈的視覺上面的這個風格 因此我們那時候將過去我們每一季的甲蟲洋裝去做了一個一系列的展出 包含像第一套其實是我在大學畢業的作品 那那時候的畢業作品其實也是在談生活這件事情 那時候講的是全球暖化 那我記得那時候是2012年 那時候其實我們正在不斷地在討論全球暖化這件事情 因此服裝設計它其實必須跟我們的生活去做 做一個連結 這個都是我們過去在很多台中以及中國內地 我們有做過很多甲蟲洋裝系列的這個展出 那那時候我們也邀請了藝人歐陽敬 為我們穿搭了一系列的照片 謝謝 接著其實接下來的服裝作品 其實我透過很多家具的這個線條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家具跟服裝之間的連結 那我想設計其實它不外乎都是透過 顏色 材質 線條去組合起來的 所以家具裡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線條 是服裝能夠去使用的 去把它轉化成我們穿到人體身上的衣服 因此我選了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這個 concept 它其實是蒙德里安的這個作品 它是在德國包浩斯時期很代表性的藝術家 那它的經典的作品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這個蒙德里安這個幾何的這個圖案 它裡面有三原色包含像紅藍黃三個顏色 其實我不斷地去思考 蒙德里安這個作品其實在過去很多的家具 甚至YSL的很經典的洋裝都曾經把它變成是服裝 所以當代我們要怎麼樣重新再去觀察 去了解這樣子經典的藝術 所以我將它變成是線條去拆解成布料上面的印花 所以畫面看到的其實是我們將三原色 結合上這個線條的印花去做出來的這個布料 那當然蒙德里安有非常經典的這個 集合的這個圖案 那它有很鮮明的這個色彩 那對於奧斯英物這個品牌 其實我們不斷地在講求的是 很多可能更低調更內斂的一個 材料之間的這個組合 所以我選擇的是服裝裡面 我們很常看到的提花的這個方式 那為什麼是提花 可能在市面上很多人看到是很多印花 或者說一些很鮮明的這個色彩的布料 那提花對我來說其實它有更多 觸感上面的感受 觸感對我來說其實是做設計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能夠透過觸感去感知到很多視覺之外的東西 因此提花是我在服裝系列裡面非常常去使用的 所以在這個系列其實我們把蒙德里安這個圖像去透過提花的手法 你可能會看到它是很隱約很低調的去表現出幾何跟幾何之間的亮暗的這個呈現 那當然服裝其實除了布料 那當然服裝其實除了布料 顏色 非常重要的一塊是版型 那包浩斯時期的設計 很多很多幾何的這個元素 包含像方形 三角 圓形等等 所以我們在這個系列的版型上面的運用 其實我們翻完了很多這種大量堆疊幾何元素的這件事情 去讓服裝它不光是在照片上面的呈現 它在人體穿上去之後 走動之間的分量感 律動感 其實都是一個設計師應該要去追求去講究的 服裝可能我們很常觀察到的是正面跟背面 那我們往往會忘記 側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服裝是要穿到人體身上的 它應該要有的是一個厚度的呈現 它才能夠讓這個服裝作品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能夠符合人體工學的 我覺得這個是在服裝設計非常重要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個部分 接下來可能有人會想說 服裝為什麼跟香味 跟紋 跟吃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來自於我曾經有一次到中東去旅行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我當兵剛退伍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說我想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想像過我能夠身處在那邊 去感受當地可能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一些文化 甚至藝術 飲食等等 所以我選擇的是中東的卡達 那時候去了卡達 其實會發現中東其實它很強烈的色彩 這個色彩是我們在台灣可能很少去經驗到的 因為台灣的天氣 甚至有人可能會覺得是台灣的街道建築物 去影響了我們從小所對於顏色這件事情的敏銳度 因此像很多熱帶性的國家 比如說它天氣非常炎熱 它可能對於顏色 對於吃這件事情 它其實需要更強烈的一個感受 所以在中東其實你會發現很多強烈的色彩 包含像是香料 可能像是畫面看到比如說香料的紅色 香料的黃色 香料的可能一些草的顏色 它都能夠去轉化到服裝 這個其實也都是一個比較有機的色彩的表達 因此這個系列其實我用了很多顏色 中東的色彩 以及中東可能在傳統服飾 它穿搭的這個穿著的方式 去把它應用到當代的服飾裡面去表現 所以顏色這件事情 其實它也有有機的這個部分 因為如果顏色是有機的 它其實也更能夠融入到很多我們使用上的東西 像我們在日本很常去談論顏色這件事情 他們有一個是傳統色 那所謂的傳統色其實它就是在 日本人他生活經驗裡面所認知的紅色 所認知的青苔的顏色 這些其實都是他們所謂的傳統色 這些顏色其實都是在設計裡面 很容易被大家使用的一個色彩 因此在這個系列其實除了剛剛提到的香料 提到的傳統服飾的穿搭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結合了很多像是旅行當地我所拍攝的影像 我覺得這個都是在服裝設計裡面 可以去把旅行這件事情轉化到服裝的一個方法 最後這個系列其實是我去年在上海時裝週發表的這個作品 那2018年我不斷在思考說 什麼樣子的一個詞彙才是屬於當代 屬於2018年的詞彙 那我把它定義為是AI人工智慧這件事情 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應該都知道 未來可能是一個機器人的世代 甚至我們現在在搭捷運的時候 就有人他會帶著機器人出來逛街 帶著機器人可能取代了他本來的一些寵物 變成是他生活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對象 那人工智慧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變成一個科技感的服裝的表現 因此我在這個上海時裝週的發表裡面 其實我結合了很多台灣的品牌 台灣的品牌包含像是機器人 台灣的布料 科技感的布料 以及台灣可能非常多代表性的一些文化上面的品牌 去帶入到上海時裝週裡面 所以我使用的是這種很像太空棉的一個材質 那這個材質其實出自於台灣的一個非常厲害的布料廠商 它是代曆 那代曆其實它在很多布料上面的開發 其實它費了非常多的心思 所以畫面看到的這個潛水布其實它幫我們開發了很多不同的圖案 甚至厚實的布料它也能夠做成是透明的 透明的潛水布其實也是全世界只有我們台灣才做得出來的這個布料 因此其實透過這個布料 它能夠呈現跟傳達出一個非常科技感 比較未來的一個風格 接著其實設定師我想大家對於服裝設定其實都不陌生 你可能看過Pajeron Way 你可能看過很多的時尚秀 Vitorial Secret等等 那設定師的工作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設定師可能從學校工作到成名 這段期間你經過了很多的從作品到商品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都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設計師它畢竟是一個商業行為 你有很多的時候你會因為商業 因為販售去改變你原本可能對於美感的要求 對於設計的一個哲學 這個其實都是你這一路來 我想做美法也是 這一路來你可能都要去跟自己去拉鋸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不斷思考說設計師的前提 其實我們不外乎就是為一個人去賦予一個故事 每一個人其實他有他的生命經歷 他有他的一個生活體驗 所以同樣的作品 他穿在二十歲的人到五十歲的人 其實他呈現出來的給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他可能有他背後生命的經驗去讓他穿著這件衣服更有自信 畫面看到其實都是我們過去曾經合作過的女性的藝人名人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不外乎像可能從藍心美 小燕姐 甚至像過去很代表的前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 每一個人他其實都有他的給人的一個形象 以及他的一個年紀 工作 生活體驗 這個都是設計師必須要去研究的 當你為小燕姐做衣服的時候 你可能要思考他的年齡 他的場合 以及他的喜好 他要穿什麼樣子的服裝才是符合他形象的 我非常非常代表的一個作品 其實就是過去曾經幫前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 設計過國慶的禮服 那這個禮服其實我想大家對美青姐應該都不陌生 都是電視新聞裡面看到非常素素的一位第一夫人 可能跟國外非常多的國際元首的第一夫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他在我私底下的形象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的大辣辣的 他對於穿著其實他是沒有任何的要求 他其實就希望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一個人物 因此黑色可能成為大家對他一個非常有印象的一個色彩 所以黑色其實我們很難去改變他穿其他的色彩 所以我們在這個框架裡面去讓他賦予了更多可能 更活潑一點更有活力 更在國慶這個舞台上面是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我們是為了中華民國去歡樂的這件事情 所以服裝它其實要符合這個形象 更要符合他穿著的場合 我在這個月其實我跟法國一個百年的品牌做了一個合作 那這個合作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條文的服裝 條文的T-shirt它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這個 在時尚史裡面它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作品 那這個法國品牌它是Sandjams 它是一個法國百年歷史的品牌 Chanel 畢卡索其實都是穿著它的服裝 那我們跟Sandjams的一個合作其實 它正好呼應了我自己對於設計 對於時尚的一個哲學 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服裝 經典的服裝去給不同消費者去穿著 因此我在這個合作裡面我找了五個不同領域的人 像包含像最左邊它是在法國學習藍帶甜點的一個 然後我找到一個女的廚師 她跟她的母親一起穿著我們的這個條文衣 第二個是星光幫的歌手她是徐仁傑 她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演員 中間其實它是傳統藝術的提琴的弦樂團 它是一群姐妹所組合起來的 第四個其實是我以及我的母親 我們一起去體驗像這樣子 就是經典的服裝的作品 最後是非常著名的平面設計師兩個八月 他們是一對平面設計師的 在國際上非常具有盛名的一對設計師 所以人的形象生活體驗以及他的工作 都會影響他穿著服裝所呈現出來的一個感受 接著其實是今天晚上會有一場非常非常精彩的 跨界的服裝秀 那我過去曾經跟霹靂布袋戲這個 台灣非常非常具有國際文化藝術代表性的這個團體 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曾經把畫面可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服裝 放到戲偶上面去呈現 那其實布袋戲在我們從小生活經驗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代表台灣的一個文化 它其實是一個在我沒有做這樣子跨界的合作的時候 我可能就只覺得它是一個戲偶 它就只是一個可能沒有生命力的戲偶 但是幫它設計了兩套服裝之後 透過霹靂它在湖尾的這個總部 將它做上臉妝、頭髮 放到展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有生命的 它比人更有它角色的一個形象 所以其實服裝不光是為了人 去設計 它也有可能是為了像是其他的 比如說戲偶 甚至像我過去曾經設計過 Hello Kitty的服裝 這些其實都是要符合它的一個形象 以及它給人的感受去做一個設計 接著其實是我這幾年不斷在嘗試的一件事情 我在很多的學校去做教學這件事情 教學的過程其實對我來說 我是不斷地整理自己這幾年來所學習的 所經驗的 甚至是我所不會的 你透過教學這件事情 它其實可以讓你很迅速地整理 整理出什麼樣子的 不管是設計的方法 生活的體驗 或者說時尚品牌經營的模式 什麼樣子的東西才是符合這個世代 符合像2018、2019、2020 它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教學這件事情是我這幾年不斷在嘗試的 因為你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 可能比我年紀更小的 也有比我年紀更長的 其實每個人他有他的困難 他有他跨不過去的那一步 我們常常在做設計 我們會透過聊天的方式 去希望一個學生能夠分享出你過去的生命的經驗 你可能有非常不好的過去 你可能有父母關係很不好的那個時光 甚至你可能有跟另一半發生過的一切一切事情 我看過很多的學生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其實把很多不願意面對的東西 去嘗試用設計的方式去講述 嘗試用服裝的作品 讓他去面對他過去曾經很害怕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在每一種設計 其實我們都不斷在嘗試不斷去做的 他對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很好的方法 讓你能夠去面對自己曾經軟弱 或者曾經恐懼的那個部分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透過很多的服裝作品 其實我能夠整理過去我從小的生命經驗 例如剛剛提到可能紐約時裝週的作品 是以家為概念 我可能不斷去思考自己小時候的成長 一路走來是怎麼樣子長大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設計師他很珍貴的設計能量 最後其實我會發現設計一路走來 你可能碰過很多很困難的事情 我可能是學服裝設計 我不會做經營管理 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我可能做很多的商品 它不見得是一定會全部賣完 它可能會有一些庫存 它可能會有一些製作上面的困難 可能會碰到一些不好的廠商 可能會收不到款項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這一路做品牌走來 你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但是你在當下 你找到方法去解決它 其實它在 下一次你再碰到的時候 你就更長大了 所以回過頭你去想 我們小的時候其實是最勇敢的 包含我自己可能在大三的時候 願意去把我參加比賽的獎金 變成一個服裝品牌 可能做了一些衣服 放到店裡去販售 不見得每一件都會賣完 但是我嘗試做了那件事情 所以當你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開始你越來越害怕 你會覺得現在好像不能夠改變 2018年可能大家都覺得 它是一個不好的 非常到經濟到谷底的一個時候 我們可能不能隨便去做一個決定 去改變現況 或者說去改變我現在的工作 或者說我去學習其他的專長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越來越長大 包含我自己從21歲到28歲 我也會越來越害怕 越來越害怕說我設計的作品 是不是消費者會買單 我的創作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 媒體會不會報道 甚至說消費者穿著之後 他會不會覺得 我可能有其他品牌可以去選擇 但當你有這麼多恐懼的時候 其實你錯失了很多 原本你可以更好 原本可以更去嘗試的那個可能 那當你沒有去做 28歲你沒有做 38歲你就過了那個時候 你再也不可能去完成它了 這個是我在設計這一路來 其實我不斷地去整理 不斷地去回歸到 當初我的初心到底是什麼 最後這張圖其實很有趣 它是我非常喜歡的運動 它是瑜伽 瑜伽裡面我想在座一定有 朋友是曾經上過瑜伽課的 那這個動作其實它非常的有難度 比如說你可能要核心很好 或者說平衡感很好 你可能是要上瑜伽課 可能上三個月半年 你可能就很容易地達到這樣子的動作 但是我們回歸到最初你去想一想 你小的時候是不是很容易就去翻跟斗 很容易就去做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很容易就去做一些可能會被爸爸媽媽罵的事情 那為什麼現在我們這麼困難 這麼難以去做到瑜伽裡面 這個可能很簡單的一個動作 它只是把人撐在上面騰空而已 其實你回到家你可能思考 是不是因為你心裡很害怕 你害怕受傷 你害怕翻上去之後大家是不是在看你 包含像我把這個圖放出來 我也在想大家看到的是什麼感受 但是當我們面對自己的恐懼的時候 其實你更能夠跨過去可能你軟弱的那個部分 這是設計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當你跨過去了 其實你在設計的路上 你可以有更多更大膽更多創意上面的呈現 所以呼應我前面講的優雅而無所畏懼 服裝這件事情它不光只是穿著每天走出門要穿的衣服 它其實有更多的思考 它能夠帶給你自信 它能夠帶給你符合你形象 可能符合你工作 符合你要出席的場合 符合你生活態度 甚至符合你對於美學對於質感的講求 我們可能同樣買一件T-shirt 但是我願意多花一點錢 我願意去買一個T-shirt上面有一些小細節變化的 我願意去買一件T-shirt 它不是破壞我們的環境 不是一個不環保的一個品牌 它這樣子的一個 你可能多花了一點錢 多花一點時間 讓你自己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這樣子的生活經驗 是設計美學設計能量養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的部分講到這邊 那我希望今天不是要講很深的一個設計概念 我希望大家帶回去的只是一個 吳日雲在生活體驗上面的一個方法 或者說我過去曾經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 那最後主辦單位有希望我可以留一點時間給大家QA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朋友有想要提問的部分 有要提問嗎 還是會後其實我都會在這邊 這邊 目前對你來說什麼是最困難的設計 你有曾經在設計上遇到很大的困難的設計 其實看我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它可能很簡約 風格上面其實它比較多版型的變化 材料的變化 但是對很多的消費者 他可能想要的是一個很花俏的設計 可能會覺得我花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你給我的作品是只有這樣 上面好像少了一些鑽石 少了一些比較很名貴的布料 但是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對我來說 我不斷地去平衡 因為很多的客人他會有這樣子的質疑 但是我們希望帶給他的是一個很簡約的風格 因為當你穿著很繁複的東西 你要脫掉是簡單 但是如果你選擇一個非常乾淨很簡約的作品的時候 其實它很難再多加東西上去 所以這個是我在很多跟消費者溝通的時候 越簡單的作品其實是更難做的 我想頭髮也是 梳一個很漂亮的馬尾很乾淨的包頭 我想是每一個人都從入行就要學到最後 都必須要會的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服裝能夠做到很乾淨很簡約 我承認我自己到現在可能都還沒有到那個境界 可是我不斷地學習 我希望透過服裝是能夠給人一個非常簡單 卻能夠講很多故事的一個作品 謝謝 老師好 你每次創作服裝的靈感 就是剛剛你說的是有時間還有感情還有色彩 那如果你創辦一場秀的時候 他突然間的有沒有就是 給你帶來什麼樣的感覺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 因為時尚其實不光是服裝 服裝設定師他扮演的角色 可能只是在非常大的一個時尚產業裡面 可能很小的一個部分 我們需要的可能包含現在大家在的這個舞台 燈光音樂 甚至背後的投影 甚至整個舞台的設計 他都必須要非常的到位 都必須要符合我們這一季要聊的故事 要傳達的理念 我覺得這個是設計其實 我們必須要透過 我前面提到 設計可能有五個感官 我們不光是看到美的衣服 穿到美的衣服 我們可能更要聽到很好的秀的音樂 讓你更進入到服裝的作品裡面 過去我在紐約時裝週的作品 其實我有很多的 它是以家為概念 所以在音樂的選擇 怎麼樣讓服裝一走出來 就能夠讓他感受到溫暖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服裝它必須要透過各種不同面向去做一個結合 還有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這邊還有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對於創作品牌 我們在通通一個品牌 其實它的起訴是很簡單的 那我想問說 就是對於你自己的品牌 你覺得要怎麼樣才能維持到 比如說下個十年 二十年到五十年 就是跟整個世界的潮流 像其實現在精品也有面臨到 必須轉型或是轉變的危機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看 或者有什麼建議可以給我們 想要進入這個產業的人 謝謝 我覺得其實時尚品牌 包含像我可能從非常年輕的時候開始 當時我的服裝品牌的經營的方式 其實跟現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七年前 可能我可以在服裝 很多我們以前逛街的 比如說像中山東區的一些小店 裡面去販售我的服裝 可是這幾年其實 我必須很坦白地講 這幾年的台灣的小店 七年來 我曾經合作過可能有三十幾家的店鋪 七年過去了 只有一家到現在還有 他還活著 他還不斷地在經營他的客人 所以這個其實它代表的是 時尚產業它是不斷不斷在改變的 包含我們可能在討論現在沒有人去 實體店鋪購物 轉到電商 但是電商又到了一個瓶頸 它必須跟線下做一個結合 所以中國很多的電商 它開始有很多體驗式的行銷 甚至到下一個世代 電商可能它直接的能夠去摸到那個東西 它結合到VR、AR 虛擬實境 它可以直接讓電商的消費者 很直接的去感受 虛擬螢幕裡面的那個商品 這些都是設計師必須要與時俱進去改變的 他必須要跟著這個銷售的模式去調整自己服裝品牌的 不管是營銷的方法 消費的型態 或是經營的方式 但是設計這件事情 它還是必須維持一個設計師最基本的設計的哲學跟理念 因為唯有這樣子你才能夠讓原本喜歡你的人 他會喜歡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想設計師品牌 它不是一個很容易取代的一個服裝品牌 所以當你有一群喜歡你的人 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喜歡你 到了三十歲你要給他什麼 到了四十歲他長大了 甚至他帶他的小孩來消費的時候 你又要給他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設計師不斷去思考的 你可以從最早的十年 怎麼做到後面的二十年三十年 這個其實是設計師越來越長大 其實我自己也會到我的三十歲、四十歲 我想我的心態也會不斷地去改變 不斷地去調整 但唯有不忘最早的初心 它才是設計非常關鍵的一個部分 可以嗎?謝謝 那最後其實我想呼籲大家 晚上能夠留下來欣賞我們台灣三個服裝品牌 非常精彩的跨界藝術大秀 那也包含霹靂布袋戲以及我的服裝作品 那我想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